上次我將品質的東西加入Earth Tone 感覺比較中性和秋冬一點 我這件外套有兩種顏色 都是Earth Tone 我恆色另外有均綠色的 都是比較淺色的均綠色 不是蜜綠的 有一個很薄的顏色 它也屬於類似剛薪的材料 但比較薄身和輕身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蠻舒服 你喜歡打開它穿 做外套襯衣服 可以遮蓋的 還有可以遮蓋 這件衣服是最柔軟的位置 還有它也有Bang 你當一件上衣穿也可以 我這條裙子是一些碎彩畫 我都覺得挺像你的風格 我都喜歡你 夏天的時候選擇 對,很像的 現在來到 這裙子類似A-Line裙子 不會太貼 又可以配襯到不同cutting的衣服 又是一件薄身的乾濕套 我們現在來到初秋 選擇一些比較薄身的材料來入手 這裙子是Smoky Lavender的顏色 其實感覺都是浪漫的 初秋的感覺 也是初秋適合穿 有些洗水的可能 它其實很薄的 它沒有離 所以就算現在戶外有比較暗 但在辦公室那些 這個絕對不錯 也挺完美的 而且它的手袖位 裡面的一條大 扣在這個樓上 可能變了中袖 現在穿得非常好 其實它的口度也接近了 這裙子是一件外套 這裙子 所以兩層層層層 這個顏色 對 紫色和粉色 還有白色的顏色 可以配搭 這裙子也有比較中性的顏色 黑色、啤色和白色 現在有很多機會可以配搭 因為它的裙子也很漂亮 這裙子是泳面的 而且色色也挺吸引 這裙子是彈性的 而且是舒服的 這裙子也不一定會暈 為何摺了一袖子 我剛才試了上身 其實這裙子也很棒 不是那裙子 它自製地釘住了一袖子 所以是可以有型的 我覺得是白色也不夠 但這裙子也不夠 不用摺自動波 先介紹這裙子 有我穿的dusty pink color 比較深色的 粉粉的 很容易配搭 也有淺一點的 這個偏向粉色 這裙子 一套有兩件 有一件背心 是釣帶 可以分開穿 其實它也不會太厚 它是像線的質地 所以彈性很好 另外它有比較短的套裝 是網狀的 整套裝我覺得很stylish 因為它有類型的效果 而且一長一短的設計感也很強 可以配搭到很多不同的下身衣服 網上也看到我們不停穿這個套裝 出場率是很高的 這個彈性很好 我們先示範一下 看看 所以不會固著肚腩 不會覺得很貼身 即使你現在 可能你覺得 不要這麼快穿著長袖 其實它這件背心 亦都可以 要來襯在一些洗妝套上 其實它也是算粗解的 所以單穿也可以 另外下身 我示範了一條啡色的半摺裙 這條彈性很有水醉感 還有很有光感 它漂亮在 基本上 其實它的質感很特別 很少油的 令身反光感的質感 其實它有一點像絲絨的反光感 但其實它沒有絲絨的毛毛質的面 它是滑滑的 有一點斜紋的 我想它屬於類似Polyester的布料 所以它的牙的質感 我很欣賞它 而且它有比較少油的 用在半摺裙上 而且它有很大的袋子 還有全脹筋腰 所有的元素都是十分之容易搭配的 而且長度就不會太長 而且都容易搭配 總共有啡色巧克力啡 還有這個黑色 其實它襯髮這個布料 都有點類似絲絨的質感 所以感覺都挺名貴 而且很搭配 更加是必買的 其實這條褲子 我一穿上去 不需要說 超舒服 一定是智能款 很推薦給你 或是真的外出穿 也很漂亮 它是一個正式的下層 但它是用了不同的布料 你看到它上面 它是類似西褲的質感 比較垂墜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 好像雪紡的八折 因為它用了一個比較輕身的八折布料 令褲子的層次感更加 當然它撞了布 顏色上也是通暗通的 尤其是綠色 有一點深淺的感覺 黑色就比較 其實你看下去 就是很適合的 那個深黑色 就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但它因為兩個布料 是不同的質感和質感 還有做了這個八折的效果 令它的剪裁更加突出 而且穿起來是十分有飄逸感的 如果你喜歡十分顯瘦 快風快搭 當然就是黑色 但如果你喜歡有形得來 帶一點點女性化 或者一些highlight 或者追求層次感的 你可以選擇這個光綠色 那個layer的設計 就會更加突出 還有它這個hip位 你看到示範就可以了 都十分之寬鬆的 還有絕對有空間 讓你動動 上空坐滑站 都絕對沒問題 而且它就是半象一圍 都是寬鬆容易穿的 我覺得大馬人都絕對沒問題 我自己也平時穿大馬的下身的 整條褲也不會坐下來容易抄 所以質地和設計都非常好 還有很多價錢 幫你加了一件很漂亮的西裝配身外套 這件外套其實真的要推介給大家 因為它原來這個cutting很漂亮 而且它的質地質素很好 感覺它的質地是很有分量 我又不是覺得它很重 但你摸上它的手感 感覺是很矜貴和很漂亮 而且是缺帖的外套 但它的價錢又不是很貴 CP值我覺得很高 它現在身上是很八甲的 好像有一點灰灰灰狠狠的顏色 它的尺寸也不會太薄 都是容易適合到任何身形 可以加上啤酒 可以加上啤酒 另外其實不加啤酒也沒有問題 也可以打開著 腰帶可以這樣垂下 或是質地很舒服的年身裙 有兩個很軟的顏色 有這個灰綠色 還有一個橫色軟紙 其實它很漂亮 就是它的布料 是一個有質感的布料 你看一下 其實它是方便用來打理的布料 有一點好像隔紋 像隔紋的條紋 所以裡面有一個花工 每天五分鐘 可以出門口的一條年身紋 還有它這裡做了一個高腰線 有一點好像Ruffle 還有一點點打雜 整個裙子的展台 是比較寬鬆 還有好像挖挖挖掘 你看到其實它也很有量 和水類感 而不是好像太鬆身 還有會不會比較平衡 我就會提議 你可以考慮 例如這個襯法 我其實是用同一件one piece 但當然當然有一件西裝的背心外套 尤其是橫色的當然很白搭 就可以跟上一件好像淺啡色的背心西裝 剛才我試過搭這個半截裙 現在就試搭這個年身裙給你比較一下 那它的感覺其實都是很荒蕪的一條年身裙 最重要是加上西裝的 可以令你那個cutting slim一點 但同時其實你的裙子超舒服的 會不會坐整天或者出整天 都不會覺得很疲勞 如果穿得 穿得剛剛越拖 我身穿了一個通通的衣服 現在很流行的就是這樣撞 有一點spotty 有一點少女感的裙子 這條衣服還有黑色的 所以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扣子 這個頭裝色扣得很女人的沙裙 帶了少許型格的感覺 這條裙子還有兩個大的袋子 它做了一層內裏 所以你看到它有些壓力是不走光的 你會看到它動動的時候 它是相當的鋪和很有造型 然後沙裙子 你看到它是 還有幾層沙的 一層沙 你看到一層黃 一層沙的 是兩個不同的 製品 裡面有一層是內裏 跟她的感覺 跟剛剛搭配牛仔褲的感覺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比較女性的女性 不想這麼女性的裙子 可以帶回 做個褲褲褲 中華版的感覺 現在這個大黑色版本 你看到它有三層的裙子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 超級的 現在來提一下 後面是半象徑腰 所以不同的腰圍 都可以試用 我來示範一下 這個over-sized的大衣服 我自己很喜歡穿衣服 這款的圖片很漂亮 是一個雜艷的布料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顏色也很漂亮 其實是紫灰色 或是綠色的 它的剪裁真的很大 很小的 但我覺得它感覺更有型 甚至不少衣服 其實也是很艷 它會用了一個融眼寬鬆的感覺 我自己穿上一個比較修身的牛仔 半截菌 試試一些某些東西 你看到這些環間衣服 很少有利用這樣寬鬆的 還有是遮貼的環間衣服 它是一個少少的黑紋布料 所以穿出來是很舒服 亦是不易炒的 你看到它的領位 也有一個狀色的效果 點綠也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它這麼寬鬆 又可以遮貼 配合一個直身的款式 這個pencilscript 就是剛才的牛仔 另外一個同款同色 這款是一個很秋天感覺的 專紅色 這個也很吸引 很漂亮 因為秋天有很多黑咖啡 黑咖啡 黑咖啡色也很漂亮 所以都推薦給大家 謝謝 謝謝